当音乐缓缓响起,朴树唱着唱着突然失控大哭,一度哽咽失声,他是那么骄傲,那么洒脱,热性何苦,怎么哭了,在一期跨界歌王,王洛丹找来朴树帮帮唱,节目结束后,被记者问到这一季上节目的理由,朴树,这是我的工作吧,对吗,我靠这个赚钱啊,我觉得人得吃饭吧。 主持人,今天演唱这首歌,你想表达的是一种怎么样的情绪和心境呢,朴树,忘了,主持人,选歌的理由是什么呢,朴树,我经纪人选的,他想推广它,去年,他也参加过此节目,当时是作为王子文的帮唱嘉宾,主持人那时就问过,为什么会来上节目,朴树回答很直接,我这一段真的需要钱,真的需要钱,在当今娱乐圈,明星豪宅,豪车, 甚至飞机游艺的今天,朴树怎么会到这个地步,朴树今年44岁了,他也曾被称作当红歌星,他也是意气风发,他有多缺钱,2011年年底,他的吉他手成心,被诊断患上了一线癌,朴树开始带着他四处治疗,看过各大医院,回天乏术,朴树的经纪人曾告诉朴树,你要想清楚了,你卡里的钱根本不够,还要带着他治病吗? 朴树回答,只不够我们就去签公司,合同嘛,跟旧人比起来,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又算什么,三天后成心去世,朴树答应他,会好好照顾他的妈妈,帮他养着,时至今日,所得到的报酬中,一直有一份是留给成心妈妈,我想,中国古人的八败之交,大抵也只是如此,换做别人我一定不会相信, 不卖歌,不惨媚,不社交,不做所谓导师,只是按音乐,有好几年他连演出也不怎么接,还是综艺绝缘体,没有副业,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,但朴树本人从不觉得自己真正缺过钱,只是没有挣过大钱而已,音乐人张亚东想找朴树参加节目,非他不可的那种,而且要付很高的酬劳, 高出所有商业演出的二倍,那时的他,不是缺钱而已,是压根就没钱,朴树说生命很短,时间才是最宝贵的,是的,他爱音乐,他把地下室改造成了录音棚,是的,他的音乐有着灵魂深处的清澈,2007年到2017年,他用7年的时间,整7年的时间,改造了第三张创作专辑《猎户新作》,如同王家卫拍摄电影的周期一样长,只是,他没有 王家卫有钱,他再次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,如同当年追风一样的少年,在第三张专辑《问世》的期间,他的妻子一直默默帮助他,塞给朴树的经纪人钱,让他的经纪人不要让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,疼惜得如同一个孩子,在2010年,抽10块钱一包香烟的时候,朴树坐飞机的时候,给他的琴买了一张机票在自己的身旁,他用衣服把自己的琴好好包裹, 他说琴是有,生命的,他的一只鸡毛,叫小巷,后来他死了,他陪了朴树近12年的时光,爱选去世时,他整日以泪洗面,十年前,他唱声如下花枝绚烂,十年后他唱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,高晓松说他数年前的一个夜里三点钟,被约了出来探讨一个问题,因为同时接到了朴树和周迅的电话,他们在夜里打开冰箱说,孤独是三角形的, 高晓松说,他俩都在燃烧自己,在一起太灿烂,照耀的别人都睁不开眼睛,他渐渐明白,其实人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失去,不断告别的过程,谁不是一边不想活,一边又努力的活着呢,愿你归来时,人是青葱少年,天檐海角,天荒地老,我们摔杯为号,再听朴树眼长。